你的太空梭正以99.9%的光速在太空中飞行 嘿,超酷的耶 星星变成了明亮而连续的线条 无限的外太空梭成了一个隧道 前方有一道闪光 碰 突然间,太空像软木塞那样冲出了隧道 你看到了古老的地球 电脑显示你回到了七千万年前 你是未来的古生物学家 穿越时空只为了达成一个目的 亲眼见见历史上最不受重视的恐龙 你来到了地球,穿梭在丛林间 突然,你听到一声巨大的咆哮 一只恐龙从树上冒了出来 它的高度是你的两倍以上 重量相当于四辆车 科学家们只找到这种恐龙的两条巨型手臂 60年来,恐手龙一直是古生物学界的一大谜题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完整地看到这种生物了 科学家们成功在蒙古找到了一整套这种恐龙的化石 这种恐龙的名字翻译自拉丁文 意思是可怕的手 这种恐龙肯定不太会打破克 恐手龙是一种大自然准备好 让你又笑又叫的动物调酒 让我们从进化本身的角度来看看 首先,我们拿只霸王龙 恐手龙和恐龙之王的体型差不多 让我们留下霸王龙身上那有力的后腿和长尾巴 把他短小的前肢拿掉 改接上2.4公尺长的手臂 然后,也别忘了那锋利爪子的手指 且每个爪子都有菜刀那么长 接着,加上一个像骆驼那样的驼风 一个像鸵鸟一样的脖子 还有一个马头 并以鸭嘴来代替满嘴利亚的嘴巴 现在,这便是恐手龙了 它的平脚上还有又尖又长的爪子 这种宽脚底能帮助它沿着河底行走 而不会陷进玉泥之中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全身也都长满了羽毛 植物是这种恐龙的主要饮食 为了消化草本食物 恐手龙可是会吞下石头呢 许多现代鸟类也是如此 它们胃里的石头可以磨碎坚硬的植物纤维 在其中一只恐手龙身上 科学家们发现了1400颗石头 是的,这种恐龙有个巨型腹部 这使得它的移动速度没那么快 以其体型而言 恐手龙的寿命可是很长的呢 约介于75到300年 在一块具有一亿年历史的琥珀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奇怪的骨头 这些骨头属于科学界一只最小的恐龙 米皮夹里的两张纸钞 这种恐龙大概便跟这两张纸钞一样重 它和现代蜂鸟差不多大 科学家们不知道这种小恐龙是更像蜥蜴还是更像鸟 但它们很确定这种恐龙能够飞行 也能捕食昆虫 它们嘴里超过100颗锋利的牙齿便证实了这一点 当你把一只鸡和一只鳄鱼杂交时会发生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种生物 即一只蜥爪龙 这种恐龙很小但很有个性 它生活在北美 大概会捕猎哺乳动物 其体重只有两公斤重 全身像鸡鸟长满着羽毛 如果树懒叫做恐龙的话 它看起来大概会像是苏州蜥蜴那样 它以两条腿进行移动 和现代长颈鹿一样高 只是体重是现代长颈鹿的三倍之重 苏州蜥蜴身上长着羽毛 其长长的脖子能够帮助它眼观四面 总而言之 这种恐龙的尾巴 让它看起来就像一只两条腿的大老鼠 当科学家们第一次看到这种动物化石时 他们完全不相信它们是真的 哈兹卡盗龙看起来像是某种迅猛龙和鸵鸟的混血种 只是这种恐龙只有鹅那么大就是了 这种生物强壮的后知证明它能在陆地上行走 这种恐龙会捕猎鱼类 潜入水中寻找猎物 我们习惯了会飞的动物都长有两只翅膀 但是物种的眼镜总是喜欢打破常规 小盗龙长有四只翅膀 翅膀上长有结实的羽毛 这种恐龙的体重不到0.9公斤重 它的羽毛乌黑亮丽 就像乌鸦的羽毛那样 地球上没有任何鸟类长有四只翅膀 也就是说 它们是从双翼龙进化而来的 小盗龙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死胡同 不曾再演化出其他的新物种 这家伙的名字很难发音 让我试试哦 长颈龙简直就像是某种卡通化的恐龙 但它确实存在 而且生活在水里 其重135公斤 长6公尺 它身体的一半是一个绿色水蟒般大小灵活的脖子 科学家们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生物会有这么长的脖子 很可能这种恐龙会靠这种长脖子来捕鱼 或者玩跳绳 想象一下6600万年前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那颗小行星没有撞到我们的地球 恐龙没有消失 哺乳动物也没有统治地球 也就是说 灵长类动物并没有进化 而是就这样留在树上 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谁会取代灵长类动物统治世界呢 许多科学家认为可能是伤齿龙 这种恐龙具有相对于身形而言最大的大脑 它会用两条腿走路和人差不多大 假设伤齿龙能够进化 变得跟我们现在人类一样的聪明 会是什么情况 对了 剑龙具有着相对于身形而言最小的大脑 它是最大的装甲恐龙 是食草动物 但它有力的尾巴和锋利的尖刺 使得那时所有的劣食性动物都对它恐惧不已 剑龙重近四顿 但它的大脑只比热狗大不了多少 强海龙还没有家猫大 它自在地生活在一亿到两亿年前的非洲 想象有一只长得像鹦鹉的两族蜥蜴 便是它的样貌 强海龙身上既长有羽毛 也长有豪猪般的刺 它有慧 但下额也有两颗锋利的獠牙 尽管如此 这种生物可怕的外表只是一种欺骗作用 虽然这种恐龙跑得很快 咬起来也很厉害 但它其实是一种和平的食草动物 接下来这只恐龙生活在八千万年前 它看起来就像一只鸵鸟 其体重则约是一只中等大小的鹦鹉重 它跑得速度很快 也能捕食昆虫 这种恐龙没有手臂 而是长有两个末端具有爪子的小手指 这是科学界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单手指恐龙 这种奇怪的生物是现代鸟类的祖先之一 热和一龙是一种会飞的恐龙 看起来就像是某种科幻电影中的生物那样 它看起来简直像是一只长着蝙蝠翅膀的猫 这种生物以昆虫为食 但另一种理论认为 它可以像蚊子那样进食 即这种恐龙会落在大型恐龙的背上 并以尖牙刺穿它们厚厚的肌肤 接着这种恐龙简直就像是童话中的独角兽 它像雪一样白 美丽而优雅 这是青岛蜥蜴 也就是独角兽的真实原形 它的头上长有一个超过四十公分长的骨直角 或许这种角可以协助它们在水中漂浮 并吸引伙伴 或者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童话里的独角兽整个比这种史前生物还可爱多了 下一个恐龙看起来像是蜥蜴和老虎的混合体恐龙 想象一下 一只体重相当于五头野猪 身长相当于一辆轿车的恐龙 这便是它的模样 其四只长有锋利的爪子 类似剑齿虎的尖牙和有力的下额 它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之一 它当时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 相当于今天的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 来看看下一种恐龙吧 这是一种鸽子大小的小恐龙 它不会飞 但却是最早长有羽毛的恐龙之一 只是它们的羽毛与现代鸟类的羽毛有所不同 它们不是分开的丝线状 而是一整个像植物的叶子那样的羽毛 这头大家伙 镰刀龙 不仅以其奇怪的外形和大小而闻名 虽然它有五层楼高 种得跟大象一样 这种巨型恐龙也以地球上最大的爪子而臭名昭著 简直是没假式的噩梦啊 它的手指上可是长着六十公分长的镰刀呢 虽然它长有那些可怕的镰刀爪 但其实它是食草动物 会以它小巧的鸭齿进行咀嚼 而那巨大的爪子则是当它需要从高大的树上扯下树叶时才会使用 树抱怨着 哎呀 嘿 人家还在长大耶 见见地球上最大的飞行动物吧 想象一下一种翼展几乎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的生物 要抬起这么大的翼展 它的体重得很轻才行 虽其重量只有一只现代猪那么重 它的翅膀看起来像一层薄膜 从腿的底部一路延伸到细长的手指 艺术家们经常把这种动物描绘成全身长满羽毛的模样 但其实它的身体上长满着类似于人类和动物毛发的纤维 高顶龙是一种很特殊的恐龙 戴着一顶由坚硬的骨头所制成的帽子 不 那不是棒球帽啦 这种生物有拉不拉多群那么大 只是没那么友好就是了 它可不会追着木棒跑哦 反之它会冲过去 用坚硬的头狠狠地撞向同类竞争者或掠食者